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的節目沒有極限 一直以來許小新就是國民黨的女戰神 不管她的弊案在怎麼產生 不管周刊對她怎麼爆料 可是許小新只要出手 踢爆綠營政治人物的什麼什麼什麼 永遠是一呼百諾 永遠就像許小新在她臉書上所寫的 槍在手跟我走 藍營的支持者看到許小新 不管她提爆誰 永遠會蜂擁而上 就像群狼戰術一樣把對手生吞火吧 所以民進黨的支持者說許小新叫做什麼 叫做惡女 叫許小新什麼 叫做噁心 可對許小新來說她完全不在乎這個稱號 甚至她還在自己臉書上說 側翼前幾天做了一張圖 把我的名字巧新拼著惡或拼著惡 可她說她一點都不在乎 而且甚至很喜歡 松山惡女就是許小新 她甚至請了設計師再製作一張 叫做許惡心 她說這不叫許惡心 這叫除惡 所以對許小新來說 她過去對於這種口租筆伐遊戲 她是非常的熟練 對於這種什麼 爭鋒相對的爆料 許小新是高手中的高手 可是許小新今天踢到了鐵板 許小新在昨天公布了王毅川 創紅燈或者是紅燈左轉的錄影帶 昨天我們節目講 許小新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 為什麼 她讓我們發現 這並不是一般民眾提供 這是有計劃性的跟堅 因為王毅川在上午10點多的時候 在青浦的銀行辦事 辦完事回到家 約末11點出頭 休息了兩個小時 大概一點再從青浦的家出發 如果不是長期而且持續的跟堅 為什麼這兩個小時會持續跟堅王毅川呢 如果不是持續跟堅 王毅川回到家裡兩個小時之後 那個所謂的見毅勇為的民眾 應該早就離開 所以許小新採了一個民主社會的天條 她可能動用能力去跟堅她的政敵 這件事情是大家所不能容認的 所以即便許小新說她是槍在手跟我走 即便許小新是藍營的女戰身 即便許小新過去不知道 如法炮製了多少類似的事件 包含梁文傑 包含陳時中 包含許淑華 包含潘茂安 過去許小新都如法炮製了這樣的事件 可是今天很特殊的 許小新的同文城竟然已經破掉了 許小新的粉絲專頁上面滿滿都是在跟許小新講 喔 跟拍喔 誰拍的 為什麼知道開車的是王毅川 許酒派 這就是立委的素質 請問許委員 你的罰單停了沒 所以民眾檢舉就知道這是王毅川的車 怎麼會知道他去北檢 還有第一張照片在台灣銀行拍的 這麼多車子會經過 怎麼知道這是台灣銀行 怎麼知道王毅川在台灣銀行 所以許小新面臨到他人生第一個最大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過去再多的挑戰 許小新的同文城沒有破 過去再多的挑戰 許小新依舊是槍在手跟我走 藍營異見領袖 所有藍軍之者尾隨的對象 可是今天許小新拍謝他的同文城破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許小新慌了 許小新亂了 許小新連續兩天在他的臉書解釋這件事 昨天非常好笑 在我們節目上有特別講過 許小新說 拍謝啦 我昨天那天跟阿川的時候 我在吃印度咖哩 我人不在現場 而且我在搭Uber 我人不在現場 可是昨天大家就來笑 誰說你許小新是自己去跟王毅川 我們質疑的是 你有沒有請人去跟王毅川 這是兩碼的事 昨天許小新這邊陳經文已經被大家笑翻了 今天一早又貼了新的陳經文 這個陳經文說 現代人都有裝行車記錄器 看到政治人物上車 又闖紅燈 提供行車記錄器給明代 很正常 我甚至不知道王毅川的車牌號碼 只不過他2023年就被上報直擊 當俠盜列車手闖紅燈 所以同樣情況足以證明那是他的可能性極高 這篇文章吐槽的點太多太多 第一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不會給許小新 只會給交通大隊 第二 除非跟兼一般民眾不會看到政治人物上車 第三 前天 昨天許巧新的臉書說什麼呢 他說的事情是 看了2023年上報的報導 才確認民眾提供的爆料為真 今天改口了 說可能性極高 從確認變成可能性極高 難道路上隨便一台白色B&W闖紅燈都算王毅川的嗎 有這麼糟糕嗎 有這麼悲鍋嗎 所以許小新這一篇的臉書的成績文 依舊勞動百出 依舊破綻百出 所以到底許小新能不能甩脫這個跟尖的疑暈 究竟這件事會不會是台灣現代的水門案呢 晚一點 節目都會跟大家分析喔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集有今天的來賓 第二是民進黨政論會執行長王毅川 阿川你好 來喔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黃創象 川豪哥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政治益教授 范世銀 范老師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 聽說當過實習狗仔隊喔 資深媒體人陳東豪 川豪哥你好 真的當過 真的當過對不對 讓東豪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這種跟尖的美感 好不好 大家期待 期待 再期待 第四位是食詩評論的吳靜穎 大家好 再來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周小平 小平叔你好 我就被東豪拍過 被東豪拍過 哈哈哈哈 有必要這樣嗎 不要自殘 不要自殘 小平是在搭檯身下 要被狗仔隊跟拍的人 都不是增加那些人 小平叔很多好不好 不要這樣 小平叔多得很好 我是怕有一個某一個市議員拍到他 不認識他這樣丟人 當斯剛 當斯剛站在小平叔旁邊被拍 然後旁邊寫路人甲 助理 再來是十四比六元 吳朗東 朗東你好 大家好 我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許小新這次真的捅到馬蜂窩了 我們都知道 每一個人或每一個政黨 都可以有不同的立場 有不同的價值觀 甚至有不同的是非判斷 可是呢 這個不同的價值觀跟政黨立場之間 我們可以攻擊 可以內鬥 甚至可以激烈的衝突 可是我們台灣有一條法律的紅線 他是不能去採的 他是所有政治人物 乃至於一般人 都不應該去採的紅線 那個叫做法治 那個叫做人權 你不應該動用能力去跟肩別人 所以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許小新的相關報導 前交通局長王毅川 來指控我去監控他 這種說法完全就是用膝蓋想的 前天公布疑似重紅燈影像 照王毅川質疑派人跟肩 許小新強調跟他無關 現代人的車子上 都有裝行車記錄器 一個民眾是看到王毅川要上車 就很好奇他要去哪裡 沒想到呢 看到的是他是紅燈左轉 然後還有轉紅燈 如果王毅川認為我是跟肩 為何不敢對我提告 查清楚跟我的人是受誰的委託 那委託他的人之間有沒有金流的關係 這才是重點嘛 那找到這個人 我們才能夠知道說是誰來跟我 那我們也才有可能去做這個 針對某一個人去做提告的動作 王毅川調已經報警更詭異的是 同款叫車何其多 怎麼知道就是王毅川的車 我甚至不知道王毅川那台白色BMW的 車牌號碼 只不過因為他在2023年被上報 10集也是闖紅燈 所以對比兩台車輛看起來是一樣的 那我才知道 這個足以證明是他的可能性極高 徐曉星強調是看媒體報導 但看看上報2023年的報導 不管是照片還是影片 車牌都有上馬 王毅川更質疑為何知道他幾點出門 因為我住的是大樓 所以我上下車都在地下室 所以也沒有拍到我一點鐘上下車的畫面 那顯然就是從9點多就開始跟 跟到這一個台北來 那所以他的說法很多的這個破綻 更肩風波延燒 王毅川與徐曉星持續隔空互告 欸老東 徐曉星過去是不怕被攻擊的 他是密環 他甚至說自己叫做惡女 你看他自己寫的喔 我很喜歡 松信惡女就是我本人 就算鋪天幹地的攻擊 對徐曉星來說雲淡風氣 為什麼 因為他知道我坐穩藍軍意見領袖的寶座 我就槍在手跟我走 可是老東說 你看完這次的爆料 連徐曉星的同文城都破防了 沒錯 過去徐曉星有網友 就說巧星把它寫成是一個惡字 對 結果徐曉星上面又加一個除 叫除惡 他覺得說我就是惡 但是我會去除惡 他剛剛得意 然後這邊也獲得非常多藍營的支持 對 我覺得徐曉星真的很敢想 幾萬讚耶 對 沒錯 五萬多讚 我剛剛去看 熱門度非常的高 對 可是徐曉星這一次 爆出了川哥的這個料 去跟蹤了這個事件之後 他的按讚數的話呢 我記得到昨天那兩千多 對 但留言數一大堆 裡面有非常多 全部都在罵徐曉星 對 他的同文城破了 根本你討厭徐曉星 跟你會去他那邊留言是兩件事 對 因為留言的話很多人會反罵你嘛 他也會反罵 所以有些人覺得 算了啦 你要擠什麼東西就隨便你 可是你會特別去留言去罵他 就表示你已經看不下去了 是 你覺得這事情超出了一般的那個底線 對 那為什麼會超出一個底線呢 因為最重要是徐曉星自己PO出的這一張 對 這張照片百分百就證明了 徐曉星他就跟跟蹤這件事情 是有一定的關聯性 是 而且這是個跟蹤事件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只是單純的只是民眾 放到一台白色的這個車子的話 你還可以說是民眾檢舉 可是你根本不知道這台車是誰的車啊 對 而且為什麼你會有 川哥早上在青浦這邊 九點半到銀行 十點五十分 還回到家休息兩個小時 為什麼會拍出他離開銀行的照片 對 光是這一張照片 加上徐曉星後續又PO兩個影片就知道 這是一起長期跟蹤王毅川 至少長達數個小時 對 整個白天 有沒有要前一天晚上不知道 至少整個白天都在跟蹤他的一個事件 好 現在網友怎麼講 跟拍喔 誰拍的 為什麼知道開車人是王毅川 是跟拍嘛 徐九百 這是立委人素質嗎 廢老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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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龍太加油 當幫廢侯太加油了 對 請問徐委員你為庭罰單腳了沒 對 對 民眾檢舉就知道這是王毅川的車 那怎麼知道他去北檢 然後第一張照片在台灣銀行拍 這麼多車子會經過 就 這個民眾知道他在台灣銀行 徐曉星只要被爆料或詐騙有關係 就會亂打 轉移交點 我就是受害者 對 對 我老都會吃茶 對 我已經去告他了 我已經去告他了 因為前兩天在這時候 北檢就打電話給我 北檢有打給你 對 他問我說要準備好的資料 要給他們的煤 所以我昨天趕快去隔壁遊馭技術檢 是 是 北檢會這樣問 厲害了 下禮拜要找他了 一般人就是這樣 總是要去找徐曉星去北檢 所以他最近精神壓力很大 才會搞一些有什麼事情 對 他精神壓力不只是開我的庭 北檢要開一定是一次開 還有激進黨中一大堆了 其他問題就一次問完嘛 對不對 對 然後愛慕阿川也不用瘋狂跟肩吧 自己為庭耍特權 要司法遠景 看著辦不就好棒棒 那為什麼會這樣被罵 因為再怎麼講 王毅川就是一個立法委員落選人 對 你做一個落選人 就這麼嚴峻的手段 會不會再殘忍一點 沒有很多名稱一定要挑這個嗎 對 假設王毅川現在是交通 他現在改親譜奴爾哈赤 假設他現在是交通部長 然後到處抓闖紅燈 是 結果他自己闖紅燈的話 那確實民眾可能就比較不會通信他 對 可是他是一個落選人 那你來去跟蹤他 這有點太離譜了嘛 好那我們製作單位也很好的整理 整個四大一點 一一的來簡單分析喔 第一個 民眾檢舉交通違規可以怎麼樣 給交通警察大隊 對這才是重點吧 給交通警察大隊 我就有被檢舉過 啊 他們就直接都不會給明代嗎 不是誰看到有人闖紅燈 然後跑去請明代來處理 不是對我不曉得怎麼處理 許小青去報告出力 對啊 奇光是不是找到他 喔 這是第一個疑點 然後為什麼特別找到許小青去爆料 第二個非常重要喔 我們剛才有提到 除非跟監 不然一般檢舉民眾 不會看到政治人物上車 川哥應該是專業面的大樓嗎 大樓地下室行車場 對 他從地下室行車場 開車出來去台北 以及去銀行 那怎麼知道裡面的人是王一川 對 你怎麼知道這台車開出來之後 到台北 然後這個車裡面的人可能是他 就是因為你從一大早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住哪一棟 而且可能還 他的車號是什麼 他車號是什麼你也知道 而且還分兩頭 一頭看大門 對 因為怕他就不行了 從大門走進來 第二個人就在B1的那個停車場 入口處 出口處那邊 那個閘口一打開 就有人一邊吃紅豆麵包 對 看王一川的車有沒有開出來 就只有這樣 你才有辦法從青浦一路跟到台北這件事情 對 這個事情絕對不是民眾檢舉 一定是專業人士才會這麼做 對 他用的器材是不是專業不重要 這個行動就是專業的狗仔 會做一個事情 好 第三個 他說什麼 透過上報報導才確認是王一川的車 今天改口成可能性極高 欸 上報當初的報導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他這台車跟這台車 全台灣有多少台這台車 幾千上萬台都有 幾百幾千幾萬都有嘛 對 你去外匯車商那邊找說 我就是要去找一個 我要白色B&W 白色B&W 白色B&W 這邊都一排 隨便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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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你要每虧的還是日虧的都可以 你怎麼知道這台車是王一川的車 上報的報導是有馬賽克的喔 看不到車牌 所以許養欣昨天說 他是看2023年上報報導 我才確認是王一川 直接趕快改口 說我才覺得是王一川的可能性極高 我本人是個汽車愛好者 我也跟一些愛好者 剛剛有交流 討論過這件事情 是 包括一些專業的一些 測評人士等等 這台車基本上 大概判斷應該就是F10 大概就五系列的 你能夠判斷的精確度 就是人要這樣 他穿笑了 他是被你們猜中 人都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的排氣管是兩個 是圓形 而且是分成兩邊的 然後從他的從車針 後面的樣式 看起來就是F10 這個底盤的信號 會有的這個款式 至於他是F520 F520D 還是F530 還是F530 不知道 只能確保他不是M5而已 對 他就只能這樣 他這個台氣管應該兩個圓的 這個就不是G30 因為新一代的 你不要講那麼細 好我只要告訴你 根據汽車專業知識 是沒有辦法鎖定特定的車輛 好那第四個 王毅川有罰單 不等於是一般民眾檢舉 因為他一直要講 王毅川有罰單 代表一般民眾檢舉 跟我徐曉星沒關係 沒有嘛 你徐曉星 假設你找了狗仔 跟完之後 順便檢舉他開罰單 也可以啊 不衝突嘛 對嘛 你一邊在臉書爆料 另外一邊說 你順便給他罰點錢好了 加減造成他精神壓力 對 那是不是也可以 或是現在趕快去檢舉也可以啊 沒錯證明說 這好像長得跟一般檢舉很像 對 然後他破這個證據真的是莫名其妙 去吃咖哩 吃咖哩 這個咖哩 人在高雄 人在金門都可以去訂咖哩 送到巴德路 而且他連上面的名字都可以改 像我就有一個畫名 我在訂燦的時候 有畫名 人家不知道我這個本名 文胡錫 我叫做李詠誠 李詠誠 李詠誠 李詞誠的李詠誠 我想要回去就把這個給我 划掉第三個畫名 是 然後就沒有說 他有句說 到巴德路 他也可以叫別人做 重點是也不重要啦 我們沒人指責是徐曉欣去拍的 對 他本人可能不是開車跟煎的那個人 因為他也不想吃紅豆麵包 對 整晚啊 然後到早上的時候看王毅酸跟誰出來 然後是不是去銀行 不是徐曉欣本人做的也可能是 他只派別人去做的嘛 對 那他過去做這些事情幾乎有很多 所以大家就聯繫到他身上 所以我認為啦 徐曉欣你作為一個立委 你是領納税人的錢的 你這樣去針對一個領 大家對於這個名字領 領通告費 領通告費 沒有那麼納税人 一毛錢的一個王毅川 我覺得這件事情難怪 他的這些很多聯友啊 他的粉絲什麼也看不下去 因為狀況是這樣 徐曉欣有個非常重要的人格特質 就是他發現拆空了 他就開始亂丟一些有的沒的的證據 而且呢 前後不一 牛頭不對馬嘴 今天我們特別講了嘛 徐曉欣這昨天的臉書 這是今天的臉書 裡面漏洞百出嘛對不對 為什麼徐曉欣會慌 為什麼徐曉欣是亂的 因為我們昨天有講 徐曉欣萬了一件事 一般人被跟監就算了 可能摸摸鼻子就算了 可是問題是 阿川還有我是 轄區分局的重點偉安對象 如果有不明的是跟我們 因為我們才剛被中國制裁 轄區分局需要去把跟監的人找出來 而且找出來後要徹查他的官需網 徹查他的金流 確定他不是來自於中國的力量或勢力 所以當阿川你昨天報警之後 需要已經就慌了 阿川可你說 你今天或者是明天會去做筆錄 會把這件事定案 好反正這個事情呢 接下來就警方進入他的偵查程序 那警方用什麼偵查程序 我們沒辦法去 桃園說有天羅帝王 他把他影響啦 所以其他洗腳精說 王毅川為什麼去跟警察講說 這個他被跟了 然後就可以叫警察調監視器 我當然可以有我的期待啊 對啊 我們想當了 欸欸 沒關係啦 沒有監視器 你警察總可以去調吧 他們現在要試圖抹滅是說什麼 欸 那有很多人被檢舉達人 檢舉啊 憑什麼去調監視器 我跟你講喔 如果只有這兩張照片 沒錯 王毅川是沒有資格去調監視器 警察也不會幫他調喔 對 可是你有上午的銀行 這是徐曉星自己貼出來的 百密一書 你有上午的銀行的 這表示這個跟監是長期持續 不中斷的跟監 任何一個人被跟監都可以去報警 叫警察把他查出來啊 我們看到一個上報去年的那一條 那一條新聞 上報那個時候 這是這個違規行為的時候 我第一時間就說有罰單我就講 對 你也沒含扣 我有說要調監視器嗎 沒有 沒有啊 那你違規就是講嘛 第二個 最關鍵的就是我從銀行出來的 因為徐曉星今天又露了一個線 唉唷 他說什麼呢 他說啊 我們看他臉說 現代人都有裝行車紀錄器 現代人都有裝行車紀錄器 看到政治人物上車 後來又闖紅燈 不好意思 不是後來 是隔了兩個小時 你來回家睡覺 隔了兩個小時 我的車是停在地下停車場 對 能夠看到我在地下停車場上下車的 絕對不是一般民眾 絕對是可能是我的住戶 沒錯吧 剛好有鄰居 看到我上下車 那他也要去通報吧 對啊 他要去通報說 王毅川車子開出去了 開出去了 所以顯然這個徐曉星說 看到政治人物上下車 然後呢 後來又闖紅燈 這句話就已經 他後來一直想要再拼湊 他講的那一個合理性了嘛 那所以這個案子 這個很 我個人認為很簡單 就是我已經被跟了好幾天 我已經被跟了好幾天 然後呢這一天是從一早就開始跟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去這家銀行 我已經很久沒去這家銀行 所以拍到那個銀行說 奇怪 我很久沒去這家銀行 為什麼我走去這家銀行 就我的相片 好所以呢 這一個跟的這一個過程 我告訴各位 我從頭到尾沒有講說是徐曉星跟我 我也沒有說徐曉星找任何人 派任何人委託任何人跟我 你從來沒有說過 我絕對不會說 你只是說要報警 確認是誰跟你其他背後是誰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今天這個東豪哥好了 東豪哥如果明天啊 比如說禮拜一好了 在家裡收到五十張照片 是他過去這一個禮拜 在台北市出沒的五十張不同的照片 東豪哥你會很怕嗎 一定會啊 你第一時間說他哪有這個 那他這個人寄給我到底要幹嘛 在警告我啊 對在警告你 好然後呢 我們可能正常人一般的動作 就開始很煩惱過六天 過六天之後 到警察了 我可不可以了解 到底是誰寄給我 對 那至於警察 他收到這種報案之後 他要採取什麼樣的偵查行為 那就是警察他們的經驗 他們的技巧 他們的SOP 對這不是我們可以去干預的 但是對我來說 剛剛大家講的對我來說 我現在沒有領中華民國任何薪水 對吧 我也不是公務人員 對 我就是在這裡跟大家一樣 當政治評論員 引領新台派通道費 然後有這個黨職 對 那我為什麼必須被這樣跟 對 這個明確這個已經是跟 這絕對不是民眾投訴啦 這一定是跟 那跟我的目的是什麼 所以我去報警很簡單 我只是要知道 跟我的人是誰 他接受誰的委託 跟誰有僱傭關係 然後他們的金流是什麼 唯有這樣 才能把這事情給釐清 對 那釐清之後呢 我的生活才能夠回到正常 對 你知道我今天出門 平常我開出我的車庫 我今天光要去開車喔 我今天光要去開車 我要看說這幾台 是不是最新這幾台 你會怕啊 就平常就是都這幾台 對這台白色的 這土耳朵對 這都對 然後呢 我上車開出來 因為我上車 我那個停車場開出來啊 我過去都是左轉 你改右轉 繞一圈 然後右轉呢 就繞一圈 不管後面有沒有跟車 就停在路邊 然後停在路邊 再看一看 你學了很多反偵察的技巧 不是啦 因為那個電影都有在演 韓劇也有在演嘛 最好大回轉 U-turn 這樣就可以甩掉他們了 只要我右轉 有車跟著右轉的 你就稀裡啪啪的 我就停車 對 我就停車嘛 讓你過嘛 讓你過嘛 那因為我來台北的路徑 其實很單純嘛 我就走這個國道二號接高架 然後下環河北 就內湖了 或者下內湖嘛 對不對 下體頂嘛 我的路徑就很簡單 所以我在高速公路上 我就有時候就給他變換一下車道 看他來車會不會跟著 變 James Bond 我這幾天 我只能這樣子過嘛 不然怎麼辦呢 不然我還是 我還是會被跟嘛 我還是會被跟 所以對我來說 這一種的 這一個心理的這一種 不管叫恐懼 壓力 壓力 對我來說就是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是什麼樣的狀況 但是我深信 絕對不會單純的 民眾檢舉 因為喔 如果這樣這種檢舉方式就對了 他這樣跟著我的這種檢舉方式 那以後在路上看到白色這個牌子的車 都覺得王毅川在上面 不是嗎 這樣在路上看到這個樣子說 一台跟王毅川 有來對話嗎 不是對我來說不是很誇張嗎 而且因為這個廠牌的車 其實從背後看起來 所謂像吳朗東這麼內行 對 或者遠遠看 大家怎麼怎麼五的三的七的什麼 四的跟我的一樣 對不對都白色的 對 這個正好也是白色 只是他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就是高一點拍起來 也不一定能夠非常明顯的看得出來 所以這件事情這個 我再講一遍 因為我不認為是許曉鑫在跟我 那至於誰委託 誰委託去幹了這個事情 我就全部交給警方 用他們的偵查的方式 把這個事情釐清 讓我的生活 可以回到比較正常的生活 好我現在問董好哥 董好哥你是老社會記者 而且你還當過狗仔隊 實習狗仔隊 因為當社會記者 一定要去實習狗仔 所以你是我們裡面最了解狗仔的人 兩個問題第一件事 你看過這些畫面 你看過這影片 你說少吹牛 絕對不可能是一般民眾 第二件事情 因為現在一個人被恐嚇 檢查查到這個人之後 一定要釐清他的犯罪動機 是他個人 還是背後有人 你背後有人 背後是什麼人 背後那個人 是中國 還是一個討厭王一川的人 通告被王一川搶走 想要找人去搞王一川 還是政敵 還是許巧希 都有可能 我們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可是你說 如果最後真的查到是許巧希 甚或者查到是某境外勢力 而境外勢力爆料給許巧希 這是天大地大大事耶 董好哥 當然 因為這個事情如果真的 跟政治目的扯在一起 就開啟個班戶拉盒子 簡單講 以後 只要你對哪一個政治人有意見 都可以比照辦 對 事情是第一個 第二個 一川剛才的反制措施 大部分沒有用 等一下 不是啊 我右轉抵到路邊沒有用 我每天在追劇 在街上車這樣黏 我繞兩圈沒有用 我如果是兩部車跟你 第一台車過去 第二台車還在後面 你有什麼用 對齁 你在高速公路上面 變換車道 一前一後兩台車 為你保持十公尺以上的距離 你哪有什麼用 專業的狗仔是一組 不是一組 你到了台北市 到台北市再教你一招 用迴轉到走巷子對不對 對 我換摩托車 你怎麼樣 對不對 狗仔要跟的人一定跟得到 裡面有一招是有用的 哪一招 大迴轉 U-turn 我剛剛講的U-turn 大迴轉是有用的 還有一招 不建議用 因為違法 以前我們 換車拍 不是 那個前面被跟在台車 懷疑被跟的時候 他臨時紅燈右轉 喔 喔 炒紅燈 炒紅燈是錯的 其實炒紅燈是錯的 對 那當時很多人在反制狗仔的時候 就是用紅燈右轉 對 看你會不會跟我 阿水 但是我講說 你用紅燈右轉 當你遇到兩部以上的車子 兩部的摩托車的時候 無效 因為我拆開來了嘛 你要為何用 你有考慮過王玉川先來的心情嗎 阿水 他的背汗都噴出來了 然後 根堅目前我看過最好的 不是 不是狗仔隊 唉唷 我看過最好的 美軍用無人機 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無人機 我看過最好是連政署 唉唷 還好你們都不是公務人員 我不是 小秘書小心喔 講一個小故事 那個 以前國民黨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代 有一個高官 是 呃 在高鐵上 對 給人家 現金 新台幣 那高鐵上 然後是做這個商務艙 對 商務艙人不是很多嘛 對 好 一切都很順利 就是放在地上腳踢來 沒有 都不是這樣子 就是很自然的 就是擦身的過程 喔 好 那全程被人家拍下來 全程被拍 好你想想看 因為高鐵商務艙 你只要坐過的還蠻安靜的 對 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就整個被拍下來 是 那後來被人證據 那這個人 因為我認識 我不要講名字 對 就後來也就服刑 服刑了 十年以上 喔 那個 那個錢不少 好 那個就是 真正 真正在辦案的根堅 非常厲害 廉政署剛成立的時候 他們怎麼訓練 廉政署的機動人 就是外勤人員 是 就是幫你丟到夜市 然後夜市 林江夜市 什麼夜市都可以 然後呢 要跟這個目標 然後呢 在夜市裡面人很多嘛 對 你說好跟也好跟 不好跟也不好跟 可是配合科技 他們還可以幹什麼事情 兩個人講話 還可以收音 兩個講話都可以收音 定向收音 我講的是真實存在 但是這個技術 合不符合通訊監察法 再說 所以阿川簽一個女生 走來走去聊說 什麼什麼花錢月下的 都會被錄下來 我只要有這個定向設備 我就絕對可以收得到 收得到音 對 而且可以 小心一點 因為過去 過去我在幫司法記者的時候 我們曾經寫過一個案例 在地下停車場交易 照樣被拍到 照樣被收音收到 那你現在看到的這組阿川的照片裡面 其實他的目的在哪裡 他可能不一定更一天 他其實 因為巧欣最近在打阿川嘛 等一下你講到重點 因為這個是關鍵 這組照片或這組畫面 是跟一天嗎 還是其實 早就長期跟肩 我們進入廣告 回來讓老社會記者 董浩哥繼續分析 我們進廣告 我們上一段節目特別講到 許曉欣其實就是來贏的意見領袖 就是那種槍在手跟我走 所有的藍粉 所有的國民黨支持者 就會跟著許曉欣走的 許曉欣過去不管是踢爆誰 不管是爆料什麼東西 無論真假 無論可信度高或低 下面的同溫層厚得不得了 加油支持的聲音 不斷的若意不決 可是這一次 有圖有真相 有憑有據的講 王毅川闖紅燈 可是為什麼他的頭文成破了 原因很簡單 他踩到一個民主法治社會的紅線 你再怎麼樣 也不可以請人去跟肩一個人 所以到底是不是許曉欣請人跟肩王毅川 我們現在靜待檢察官以及警方的調查 如果確定是許曉欣對許曉欣的政治生命來說 是滅頂之災 如果不是也沒關係 還許巧欣清白 找出到底是誰跟肩王毅川的 可是東浩哥你說 這種跟肩手段在過去是屢見不鮮啊 你記不記得陳時中在選舉的時候 對 被拍嘛 那不是只有跟他一次嘛 所以你說阿川這個 你問了一個大哉問 是那天才跟 還是早就有跟 因為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跟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跟 因為阿川現在身陷藍營在攻擊他 還有許曉欣不是講 四方電訊 對 那如果這一天 阿川去了四方電訊 不用 比如說跟這個通訊業者 或者懂通訊的人 後面 或者中華電信 就賓果了耶 我就可以看圖說故事 因為我這個不能用AI生成啊 對 我必須要是這個 所有東西都不能造假 阿川跳到黃河都洗不清耶 是啊 搞不好要是去辦門號續約 如果來個中華電信了 你想想看在立法院多好講 對 就算我講錯了 又怎麼樣 你就是有見中華電信了 我合理懷疑 只要跟這個圈子有關的都可以 對 阿不就好想知道 萬一王興川去跟一個女生見面 完了 緋聞 天塌下來了 而且還在中華電信的正妹 哈哈哈 對 這個各種猜測都有可能 對 但是呢 他是他 對沒錯 東華哥講的有可能就是說 搞不好再看我 有沒有跑去 這個 跑去總統府啊 結果因為房貸被拒絕 愁眉苦臉的走出來 哈哈哈 就他只是銀行 不一定處理房貸好不好 不是房貸被拒絕搞 銀行業務很多好不好 搞錯 搞不好就是說 我有沒有去總統府啊 有沒有去見哪一個什麼長的啊 哪一個什麼長 或是我約了台歌 台歌大的什麼 然後呢搞不好 對方還給我一個 信封帶 信封帶 就是說如果 真的 就東華哥講 如果拍到這一種東西 難怪 像最近王洪威也有說 准內閣在咖啡店見誰誰誰 有這種照片一大堆 我就不相信民眾這麼無聊 對 所以就是 也有可能 但是最後就是搞到這些東西而已 對 可是我想有沒有 因為此例一開 我如果對 對 韓國瑜 有人無聊對韓國瑜垂成根堅 韓國瑜跟誰吃飯什麼都可以拍 那你們國民黨就不要指責這種事喔 然後如果 有一個人 對這個 這個 任何一個國民黨的 如果 我私底下又知道他 他喜歡去 去喝酒的 是 一天到晚跟著他拍 對 他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此例一開 我為什麼講他是掀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 就沒有限制沒有底線 對 啊 大家就撥比喔 你不要跟金主見面喔 到時候哪一個人跟哪一個金主見面 全部都被拍到 大家來live啊 我不只拍完直播 這段你不要講 沒有你要捐錢 沒有人敢跟你做朋友 對啊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非常誇張嘛 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了非常非常多 這件事的嚴重性 這個嚴重性我在聊什麼 我在聊說 任何一個民主法制社會 都有它的底線 這個底線是絕對不能踩的 一般人不能踩 更遑論你是立法委員 你更不應該踩 難怪全民都憤怒嘛 你徐巧欣口口聲聲講說王毅川在監控人民 半個證據都拿不出來 現在你自己PO出一個王毅川被監控人民的話 PO出一個人民 那個人民叫做王毅川被監控的畫面 你還口口聲聲說 沒有我沒有監控是民眾提控 會不會太雙標 可是朗東說更雙標來了 徐巧欣把王毅川 闖紅燈什麼 講到好像哇 十二不射什麼什麼之類 你說徐巧欣早就被各種檢舉 他是違規大王啦朗東 好 那徐巧欣他過去喔 其實有非常多這樣的一些 劣跡斑斑 譯入就是說他怎麼樣子 一開始喔 先有一個藍營側翼的網站叫政客爽的 欸然後就PO出了一台車 就是許淑華這個車 說他在紅線這邊停 那只是說駕駛在外面車上什麼 欸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這樣拆他嘛 後來因為堂堂補殘黃雀在後 就有網友也PO出來說 拍照人就是徐巧欣本人啦 等一下 徐巧欣除了欸 他除了去找 可能啊不知道 可能找人去拍阿川 或是沒有我不知道 他自己有被拍被抓到 輕易輕微 之前有個藍營的粉專 PO出許淑華對不對 停紅線的照片 這東西許淑華被藍軍笑炸 結果竟然有一個網友在後面 看到許淑華欣說欸 你怎麼自己在拍許淑華車 被人家拍到 對 其實這樣應該可以拿獎欸 他自己就是狗仔 歷史的瞬間 因為拍一下下馬馬上就被捕捉到 而且如果是徐巧欣自己拍了 他一開始為了不放自己的粉專 對 他放在鄭克爽 就表示他一開始自己放的話 他怕影響選情 對 他說他針對許淑華 所以他要躲 這是什麼側翼的新聞啊 後來因為發現說這次要拍 他不得已他會承認了啦 他說我爆料太多 所以我share給別人爆料 對反正要承認他自己拍的 還有爆料是說 徐巧欣又在開記者會爆料 爆料 潘蒙安 陳世凱 然後呢他們還有這個裴偉 一堆人在那邊聚餐聚會 這個很明顯嘛 就是有專業人士在那邊拍的 對啊 因為是晚上 而且是開到這麼遠的地方 這應該是一個比較長焦距的地方 而且這就是一般的餐廳欸 一般的餐廳 徐巧欣也爆料 而且還開記者會爆料 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 你拿一般手機都是廣角鏡 不太能夠拍這麼遠 當然用最新的iPhone 用放大是有機會 對 但是通常呢 能夠拍到這麼清晰的 你會有單眼 躲在車上面 用單眼長地頭去 而且基隆要講得很清楚 媒體高層跟證證物吃葛飯怎麼了嗎 沒錯 他都透過這種眼色的這個方式 還有非常多 還有在2023年11月這個時候 然後看到這個 梁文傑 走進這種大樓 然後呢 隔了一陣子這個之後 然後就說有辣妹也走進這種大樓 所以就算梁文傑的 就算梁文傑的 徐巧欣過去那種偷拍的嗎 這真的是偷拍嗎 沒什麼好講嗎 偷拍的 檢口的報告多的是 這個是我覺得最扯的 梁文傑跟一群男生朋友 走進一棟大樓 對 然後隔不到30分鐘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辦公大樓 商業大樓 這還是辦公大樓 還不是奇怪的大樓 走進一個辦公大樓 然後呢 過不到30分鐘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有女生走進去就算梁文傑了 有這麼好的事 那他走進星光三月 對 進出人都算梁文傑了 我現在在三里上班 走進來都算我的嗎 好 反正在看讀說故事還繼續還有 那這知名的還有這個 這個就很明確的 就拍說 陳子中 在聚餐完之後 然後呢 有跟這個 因為要下一個樓梯 對 他故意截掉下階梯的這個畫面 他把下階梯的畫面截掉 只留手牽手的話 欸 說你跟人妻這樣子 手牽手這樣子 事情是比較曖昧的 他忽略就是因為兩個人 喝了點小酒之後 擅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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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樓梯下去會不方便 對 就這樣 但是這種看圖說故事 一向是徐曉欣這個先例 然後再來看下面的那一張 也有提到是說 這個是徐曉欣自己違規的全紀錄 而這個紀錄呢 裡面可以看到一個重點就是 這些都不是跟蹤的 對 剛好做一個對照組 等一下你說徐曉欣自己講 啊穿什麼違規啊 什麼什麼俠盜列車手啊 徐曉欣自己超容易違規 欸他就是違規專業戶嘛 啊首先第一個 大家都很知名的 就是說呢 他車停在餐廳外面的 對 然後警察呢去拍 這個畫面 都是 後來有打馬賽克 警察的密錄器啊 對啦這個部分是監視器 路邊的監視器後來去掉的 所以其他幾個都是警察的這個 密錄器 他還跟警察講沒關係 我們再回去講 對 所以你很明顯看到是說 因為徐曉欣比較矮 所以他身高上面 密錄器在胸口 對 他剛剛有到警察胸口這個位置 長子田紅線 沒錯 然後說啊 文國你要開就開啊 然後他拿下口罩嘛 拿下口罩嘛 我是徐曉欣 先報名字 後來就說沒關係 我們回去講 回去講這個字就被覺得說 就有施壓這樣子 對 你為什麼要回去講 你被開就回去講錢就好 回去講 你要回去跟警察講 還要跟警察分局長講什麼 就是這樣 這個很明顯 就是徐曉欣第一次很明確的這個違規 對 然後呢這件事情 這個為什麼是民眾募集的 他怎麼知道是徐曉欣的車 為什麼會知道他的車 因為這叫宣傳車 上面有徐曉欣的大頭照 對有大頭照 有他的選舉的號碼跟標語 所以就是他這個雙白線 別換車道 對 然後呢這個車 怎麼知道是徐曉欣的車 為什麼他這個車停這個黃網線 這黃網線是不能停車的喔 停了超過16分鐘 因為徐曉欣自己下車了嘛 很明確就拍到了嘛 對 所以說這個也不是跟蹤 然後這個呢 這徐曉欣 有他朋友接送他信義區喔 他有人呢 就是在這邊 這有個車還會按馬巴 你為什麼知道是他 因為這徐曉欣插著腰 走下車 走下車 好像在等什麼 也是看到他本人 然後這台車更明顯嘛 這肯定不是跟蹤的 因為他呢這個 發明宣傳這個徐曉欣 對 但他也沒有說徐曉欣在車上 對 他的宣傳車 有微停紅線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這幾個 跟剛剛從青埔 然後從台灣銀行門口 一路跟到台北的案例相比 剛剛講的那個阿川哥 這個全部都是跟蹤啊 對 這個就是一般的民眾 跟警察密錄器的這個家 這是很明顯的落差 到底是民眾檢舉 因為徐曉欣仇恨值高 這是大家都知道 一個仇恨值高的人 停在公車站走下來 被人家拍是有機會的 如果今天阿川這樣被拍 阿川也認了 可是沒有一張是什麼 從徐曉欣上午的行程 中午的行程 晚上的行程 連續跟蹤 沒有一張是這種 對啦而且你怎麼知道 這是王一川的這個車 對 我再愛車的人 我只會注意他大概開什麼車 不會注意他的車牌 是 你去背人家車牌很怪 對 雖然你這樣要車牌 我就點點印象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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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 各自各自 就不要爆出來了 是 所以說車牌你會特別記得 對 而且上報也沒有爆出車牌喔 對 光這件事情我覺得徐曉欣接下來 會不會被調查到 尤其是川哥 他可是被中國列為比較制裁對象 對 他會不會有第五中罪真的在台灣在搞他 惡點他 對 光是他跟警察這樣講 警察就有責任跟義務 好好調查清楚 到底是誰去跟蹤王一川 好 我想問川哥 刮別人鬍子之前 自己鬍子要刮乾淨 徐曉欣自己就違規大戶 違規大戶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我 我李正浩也是違規大戶 所以我從來不笑別人違規 違規 你就摸摸別人去繳罰單嘛 對不對 大家出來開車難免嘛 違規是不對的 不懺討 就是刮別人鬍子之前 自己鬍子要刮乾淨 第一件事 徐曉欣自己就很愛違規嘛 我不怪他 台北市就很難找停車位 違規就是不對 尤其是假偶錢嘛 就現在去指責王一川違規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覺得真的很嚴重 我們整理出來 徐曉欣過去灌常 就用拍照的方式來揭露一些事 這個是最扯的 你自己身為議員 去拍你的紀念隊友 許淑華的照片 拍了之後再丟給側翼 放說許淑華提紅線 這個我覺得已經踩到政治的底線了耶 你怎麼可以講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都懷疑 你現在看完阿川我都懂了嘛 為什麼知道潘孟安跟周刊的高層 在一個很普通的餐廳 你看這支普通餐廳吃飯 走出來會有人拍 為什麼徐曉欣知道 第二件事情 梁文傑就是跟一些男生朋友 走進一棟商辦耶 為什麼會知道 第三件事 陳時中吉利元也是普通的餐廳呢 這個飯桌為什麼拍到 有人在跟嘛 所以原來這是徐曉欣灌藏的手法耶 川哥 其實現在的問題 不是說有人在跟的問題 而是為什麼同溫層裡面 開始都會對他有意見 對 因為那已經不是民主社會的一條紅線 而是每個人正常生活來千百年 最大的恐懼 對 這恐懼是什麼 徐曉欣正在注視著你 哦 I'm watching you 對 這才是讓他們最恐懼的 剛剛講的 像徐曉欣那些違規被拍到對不對 對 第一個有兩個差別 第一個 或是這件事情 某一個瞬間 對 某一個瞬間還能講說是剛好 對 有人檢舉 徐曉欣拍阿川是從上午到下午 對 但是一個長時間 我跟你講 我們這對理工人最重要 一個時間是很重要的 對 然後阿川這件事情 有兩個時間是怪的 因為呢 時間怪是什麼 第一個呢 他是一個長時間的 那就是一個專業的 Polo級的 對 然後再過來一個Polo級是什麼 你看看畫面 行車進入器 一般像我這種很爛的 1080P 對不對 我跟你講 笑心提供的照片都清楚了 嗯 像這種喔 清不清楚 清楚 再來囉 這個夠清楚了吧 對 對 這個夠清楚 這個清楚到像是 我就在這五個人的面前這樣拍喔 對 對 因為 這樣是最精的 這夠清楚了吧 我們對比一下喔 什麼叫路人拍的 這個 對比出差距了沒 什麼叫路人拍的 這樣 比較出差距了沒 什麼叫路人拍的 這樣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對不對 一個是這樣 比較出差距了沒阿 就像我這種 我不會特別去換 就10807 對 那有些人呢 要換好一點的 花一兩萬 4K 但是4K裡面 就同樣在遺傳這裡面 在討論一個問題 因為你車子在移動 有光影 對 不可能這麼清晰 對 所以那一定也是Poro級的 很專業 專業的在過去 我跟你講 這樣上面是我覺得最可怕的 超級清楚 接下來的問題就在出來了 為什麼會擔心說 如果這件事情是真的 你小心在注視著你 因為他沒有空嘛 他有專業的團隊 他在吃咖哩飯 就有人注視生機了 對 朗東正在度假 才講個話 馬上就有專業團隊 馬上給跳出關鍵字 對 他不只watching you 他還lessing you 你講什麼我都監控 好 那這個專業團隊 包含那個那個什麼 加愷 加愷被監控 對這個專業團隊 在哪裡 不知道 誰幫他hold住的 不知道 那這個hold這個專業團隊 很貴一點 資源哪裡 資源哪裡來的 所以這個東西才會對他一個緊張 然後另外一個東西 你說這個監控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十一條 重大的犯人 要監控 可以 警察也可以用很多科學工具 對 可是他們條文裡面有加一條 警察局長書面文件同意 等一下 你說這種跟 不是想跟就跟 即便你今天是警察 你要辦案 你要簽到局長才可以跟的 而且局長要留下書面紀錄 對 這是一個非常嚴格的一個奮劑 所以如果許小新今天這件事情 為什麼踢到鐵板 因為他跨越到了 這個是WASHING YOU 這樣一個 而且有一個KID 等一下 專業團隊 你講的重點 今天連警察辦案 警察辦案是天經地義 是維護社會治安 如果連警察辦案要去跟一個人 都要上公文到局長 或是分局長 來簽合 留紀錄的話 那一個立法委員 為什麼可以找人跟王力傳呢 我們進廣告回來討論